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欧帝欧汉生与重庆姑娘郑云彩结婚四年, 育有两岁女儿肘肘,上月三十一日二女儿出生, 日前她却透露被老婆从月子中心赶回家,忍不住说, 作为男人一点忙都帮不上,我也没什么当好男人的天分吧。 对此,她的老婆十六日松口,当时会这么做的真正原因, 欧汉生在老婆生产后的隔天,就在社群网站上发文, 表示自己本想在月子中心陪伴老婆,却因不会洗衣煮饭及护理, 抱住孩子也没办法喂她,睡觉时还打呼吵到老婆及其他妈妈休息, 所以才第一天晚上就被老婆赶回家,令欧汉生相当自责无法替老婆分担。 不过,郑云惨十六日却在微博上发文透露, 那时候想把老公赶回家的真正原因, 其实是不希望自己狼狈的模样全被她看光, 坦言,我偶像包袱重,这时候的身材还没恢复好啊, 不想被老公看到,起床也不想好好梳头, 随手一扎乱七八糟,月子服也不好看, 也不想化妆,所以认为这个时候, 老公只要负责照顾好家里及大女儿丑丑就好。 欧迪日前迎来二女儿,翻设字微博, 郑云惨透露把老公欧迪从月子中心赶回家的真正原因。 翻设字微博。 翻设字wij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